嗨大家周三快乐我是Sharon 今天的杜伦多外面呢还是在飘着阵阵的小雪 但这个城市的特点啊便是一夜入夏 夏天又来了 花园里面的花呢也要复苏了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Valley View Garden 这个万景非常非常有名的苗圃中心 来选购一些绿植呢 更重要的是啊 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防花项目 那现在我所在的地点啊是Waterleaf Road 我的南面呢是Highway 7 北面是16街 东面是Racer Road 西面则是Borough Avenue 开车两分钟啊便可到达Rooch Park小学 旁边便是Markham Bridge Park YMCA Child Care Center 亦或者散步3-5分钟便可到达Cornel Bridge Woods Park Playground 毋庸置疑啊 这个项目极其适合家庭入住 现在开发上还有最后两套带Coach House的 双车库独立物防花单位 36尺啊属于Cornel Bridge项目当中最大面块的户型 市内面积呢是3000尺整 南北坐巷 价格呢是239万加币 于2023年2月入住 那这个项目的特点呢 是我们有独家Model Home可以看 那现在赶快跟着镜头啊让我为大家带来更多的Model Home里面的介绍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Model Home里面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介绍 这个Model Home啊一共7个卧室 对的你没有听错一共7个卧室 800加币左右完全愤懵不会打造您的正常生活 而且的话这个租金啊可以至少负担您一半左右的贷款 这样子的房子是不是非常的心动呢 随着双开门的大门啊 一进来左手边便是第一个卧室 也可以作为office使用 这个空间啊其实对于家里没有老人的家庭是非常实用的 一开二的卫生间Semi-on-Suite 既可以作为淋浴啊也可以作为一楼的Powler Room使用 我右手边啊则是客餐厅议题的开放式Living Room 9尺的层高空间啊大概在200平方尺左右 可以放得下一个大大的餐桌 再往里面走呢便是我们开放式的厨房区域啦 白色明火花人最爱的炉头 满墙的柜子和超大的收纳空间 这个超大的倒台也适合一家人围炉夜谭 开放式的厨房看一下这个Family Room 中间便是fireplace 非常的适合在旁边放一个超级大的游行沙发 这里是连通着车库的走廊 洗衣机和干衣机呢被安排在了这里 标准的双车库 外面还可以再停放三辆车 所谓一共五个停车位 房子的副楼呢是Coach House的空间 它建于车库之上和房子的主体呢是完全不连通的 平时租客便可以从这个门直通二楼空间 开放式的设计面积呢在600度平方尺 两个卧室还有一个semi ensuite 独立厨房客厅餐厅 非常的适合小家庭新移民入住 在这里啊多给大家说一句 这个房子可以向政府提出分表申请 separameter从而让租客呢自付水电器费 看完了这个Coach House 让我们快快回到二楼空间 看看楼上的卧室门 二楼一共四个卧室 先看主卧 12乘15尺可以轻松的放下一个king size的床 主卧的高亮地方啊便要数这个主卧卫生间了 看看这个超大的窗子啊看向后院 双台门的台面有shower有浴缸 还有自己的walking closet 旁边两个卧室呢暂时做成了小朋友的卧室 中间呢是连通这个Jack and Joe的共用洗手间 有双台门的台面和浴缸 再过来楼梯口的位置啊便是第四个卧室啦 同样是套间 面积呢是12乘11尺 其实用起来呢会非常的便利 这个房子生活配套和学校呢 和上一期South Corner非常相似 大家可以点击屏幕右侧了解更多 好了今天的房子呢就展示看完了 现在开发商再说的两套保留单位啊 Layout和现在我们看到的model home 是一模一样的 这也将是Cornel Rouge最后购入 36尺全新繁花的机会 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 就请尽快联系我们 Home4U Toronto团队 我们Home4UTI有着多伦多最好最全 最独家的楼花资源 如果您有更多的兴趣啊 或者是有疑问的话 就快快联系我们吧 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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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